情華姐以前被綁過嗎? 拍戲啊拍戲啊拍戲啊拍戲 從以來最不舒服的一場戲 我的手腳全部都被綁住 所以我無法無力去反抗 被這樣子暴力對待 然後又因為有好幾次 心中的那個怒火 我覺得那個怒火 怒火 對他嗎? 當然不是不是 我有問過導演導演說 警華姐他今夜希望來真的 拍完之後我對他比較虧見是 警華姐我的腳都受傷 然後他的背影感都受傷 對不對 不知道欸 這在片中很多很犧牲又 心理壓力很大的戲對不對 像跟佑凱之間的對手戲 那個沒有犧牲嗎? 我覺得演員拍戲我們事前都知道 所以不能說是犧牲 但佑凱拍的那一場戲 確實是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尤其之後的情緒也蠻多波折的 就是心中的很多的情緒有波折 因為這個應該是怎麼講 其實在拍戲這些年然後 比較少遇到像這種 比較被暴力對待的情節 幾乎很少 這應該算是第二次吧 那個狀況是我的手腳 全部都被綁住 所以我無法無力去反抗 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運鏡的關係 方式 所以他可能必須要來了 可能好像有十幾次吧 蛤?十幾次? 好像有 然後因為進去的那個場景 就已經很不舒服 因為那個場景是一個大卦 然後旁邊又擺七爺八爺 金銅玉女等等的 在環境下不舒服 然後又在這個戲的情緒下 狀態下被綁著 被這樣子暴力對待 然後又因為有好幾次的關係 運鏡的關係 所以我也就那個感受 就來來回回很多次 那一次對我來講 我拍完之後 喊咖的時候 其實我整個人是 不能講呆掉 就是我整個人 只要一喊咖出來休息的時候 我就是坐在那邊 我一個人坐在那裡 然後坐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感觸 然後其中有一些些的感觸 就是 會覺得有一些莫名的那種 你知道 心中的那個怒火 我覺得那個怒火 怒火 對他嗎 當然不是不是 不要誤會 我覺得應該是說 就是 你感受到被這樣的暴力對待 因為身為人跟女人的時候 你看我們拍戲 都只是在 就是模擬的狀態 可是又來了這樣十幾次 所以其實我自己 在那個狀態之下很 有一點點可能少部分一些感同身受 被這樣暴力對待等等的一些 心理狀態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 莫名的怒火在心中 所以這個怒火絕對不是 不是因為拍了很多次 也不是因為這個 不是因為又拍就拍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可能必須自己要冷靜 因為一直在 真實的自己跟角色在跳換 所以我需要一個人冷靜坐在旁邊 然後剛好還好那個是最後一場 所以我又想要趕快把這個情緒消化掉 所以我又不想要把它帶回家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趕緊的跟身旁的公司的同事啊 或者是工作人一直聊天 就趕快把這個情緒代謝掉 所以那個是我應該是算 從一以來最 應該算是最不舒服的一場戲吧 但你要說大概前後進行的十幾次 你每一次結束後都要休息一陣子來說 十幾次其實很捷徑的拍 要看因為它是整個是動的運鏡的 所以好像會 因為我必須也要重新來過 因為它整個在動的過程當中 應該怎麼講 我的人其實已經被推出去那個八卦陣了 所以它必須要重新再回頭再重新整理 好 所以讓整棟排了多久 就是這樣十幾次了 那一場 應該是半天吧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 一定有花好幾個小時 那一天有其他的戲嗎 還是說那一天就說好就是要拍這場戲 我忘了 OK 忘了很快 忘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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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很快 需要忘記 應該是有其他的戲 可能不是那麼的抬得很緊密 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 這一場是最後一場 那當初看到劇本有這麼一場戲的時候 你們先做一些心理建設啊 或者是 沒有到什麼心理建設 因為導演有跟導演討論有大概會怎麼拍 所以其實演員只要跟導演溝通清楚 跟演員溝通清楚要怎麼拍 其實那個就已經有很大的安全感 只是我剛剛在形容是 你知道那種 雖然不是真的 可是你知道 就是 會有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上一次是什麼戲 大概多久以前的時候 一把親的時候 喔OK 那拍攝的時候 又有凱希可以對錦華姐嚇得了手 你說 一開始 一開始我內心壓力很大 第二次的時候 我先跟錦華姐說一下 然後 我也有問過導演 導演說 錦華姐她 就是很驚艷 希望來真的 然後 我就跟錦華姐 智慧一下 然後第二次就 好 直接進入那個角色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原本會害怕 但我進入角色的時候 覺得 我那個角色是什麼都不懂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但我覺得 拍完之後 對她比較虧見是 錦華姐 我的腳都受傷 然後她的背應該都受傷 對不對 不知道欸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真的沒有管那個 外面怎麼樣 只是 而且那時候確實 我不是說手腳都綁起來嗎 那個綁起來是真的 哇 要想要反抗 我是真心想要反抗的 我都 抓不到欸 抓不到她 所以那個是 真的有一半的 呃 場景設計 其實 真的很 真實 錦華姐以前有被綁過嗎 拍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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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好直率喔 真的 沒有 我想應該是第一次 我也忘了欸 我現在怎麼都忘了 應該是第一次 如果有的話可能之前的我相信可能就只是 可能被綁架綁下這樣的手 但並沒有就是 就是 手跟腳是 打開大字型的綁 錦華你因為以前說沒有演過恐怖片 所以這次來拍這樣類型的電影 那你這次演完之後 以後還會想要拍恐怖片嗎 然後印象中有什麼職災 是你現在還記得 因為你裝得好像蠻乾淨的 對 對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次拍得非常的激化 真的 我覺得 學到很多得到很多 完成 演員 心中的一個小小的 願望 這樣子 所以 如果之後還有的話 我當然非常非常用 那老公 到後去看到我的電影 欸 你說看整部片嗎 還是我回去跟他分享 你有跟他分享 他有跟他分享 我只有跟他分享 那一個角色的心理狀態之後 我有跟他分享 但是 你說其他被綁的或者是什麼 被 後背被嚕的那種 沒有 受傷回去的就是 欸 我有點忘記了欸 哈哈哈 應該有吧 因為他那個綁的是真的 是粗的那個繩子真的在綁 不過其實劇組已經蠻貼心 就是 能夠想 防止那個摩擦 就是可能貼那個 人工皮 在這邊 但其實 就算貼人工皮的話 他還是會有一些痛 但已經減少很多的傷害了 嗯 那老公什麼時候會看片 今天嗎 嗚嗚嗚 所以他會老 喔那你要小心喔 對不對 哈哈 病後趕快逃走 病後就消失了 不會不會不會 再見 問一下小蘭姐 好像在片中 有拿斧頭 就是 對著小蘭姐 對 可以討論一下那場戲嗎 那場戲喔 其實 其實 一定會剪接啊 然後正下去的時候 是沒有人啊 哈哈 對啊 然後 可是那場戲在一個竹林的 對 我是覺得 我最怕就是那個 竹林 對 那個氣更猛 對 其實我有跟大家分享 竹林那一場 也是讓我覺得 哇 這個地方已經 夠 夠有感受了 真的 然後美術又這麼強 把那個現場 更有感受 這樣子 所以其實心裡 都毛毛 我比較低敏感的 我都覺得毛毛 我真的覺得很毛 對啊 而且那天好像 有一點 是露水 拍過十二點了嘛 我是覺得都濕濕 濕濕的 對不對 因為我是覺得 欸怎麼會 沒有下雨 結果那個地上都是濕濕的 嗯 是自然的現象吧 我是覺得 所以我是覺得 我也是二點過了 應該有露水 我是覺得那是露水 露水 不過還好有道長在 對 有他在 對啊 道長也一直很 take care 那個毛毛 那小燕姐 第一次演鬼片 那如果之後再找你 演類似的恐怖的角色 你還要接嗎 嗯 演員就這樣子啊 因為我 之前我接戲 都是要我老公同意 可是這次 這個戲來的時候 我老公不在了 啊不在了 我怎麼 我就去求我們家神明 神明 神明就給我 我不會把三個筊 說可以 他說 我拍了這個 可能 沒什麼事 去拍 所以我就是 也神明那個三個 三個型筊 我就覺得 我很有勇氣 就接了 那有特別去跟老公做的紀錶 演鬼片嗎 有啊 有啊 有跟他講啊 那是沒有跟他擲筊 沒有跟他擲筊 沒有跟他擲筊 就是跟他講說 對啊 啊 你現在不在 我問不了 所以我就問神明 因為他最尊重的是神明 那想請教小燕姐跟景華 因為裡面就是 最精彩就是你們兩個女人在為男女人嘛 那你們生命經驗中有看過 或者是最戲劇化的那種 女生之間那種最惡鬥的那種 就是很戲劇性的 你們印象深刻 女生跟女生之間的一些小鬥嘴啊 或什麼的 多少都會有一點 但我覺得後來就會沒事 對 就不只女生跟女生 男生跟女生有 男生跟男生 對 那男生跟男生都怎麼解決那種 鬥爭 哇塞 哇塞 天啊 親一下 男生怎麼解決 他們就是轉頭就走 就 這是最好的解決 會 其實好像男生其實很不會放欣賞 喔 就是草配草很兇 但和好都很最簡單 但會講話很便利 就可能然後要不要吃飯了 另外一個一個 吃完就沒事 打完就說要不要吃飯 炒完架之後 事後爛一下之後 事後喝 真的啦 還蠻peace的嘛 其實男生好像蠻好處理 其實就跟我們看那還蠻硬直的 那有可能就是類似像票房公約這種 有想過嗎 票房公約 什麼是公約 就他們說什麼 破譯要幹嘛 太高了 破 先從一千萬開始好了 目標方園一點 好 如果票房破譯之類的 如果票房破譯之類的 我們票房破譯 最好了 很棒啊 會有什麼表示啊 蟹票啊 哦蟹票啊 嗯 找到那邊那邊 蟹票 找那邊的蟹票嗎 犧牲一下 換你們兩個演那一場 我贈送 你發褲子啊 還有直播贈送欸 發你的產品 我覺得不錯 直播贈送 直播贈送不錯欸 如果破譯我可以送我的場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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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有買票 重點是要有買票 兵票羹 要兵票羹 那幾張幾張 你覺得要幾張 先講個 你說破譯的話那我送個 兩件 太少了 兩百 哇 哇 好誇張喔 要有票羹喔 對要票羹 然後到你的那個 到我們再發一篇文 叫有買的人去留言 我們在用抽的 一次直接送兩百給一個人嗎 兩百個人啊 兩百個人啊 兩百個人 兩百 那穿不完欸 兩年份都穿不完 對啊 現在電影就是終於要上映了 你們就是 心情真是鬆了一口氣 還是其實會更更緊張 的 我自己是很緊張 因為我也還沒看過 其實我也很緊張 而且很怕我還拿著馬途抱著 我等一下抱著看 那是有特別加持久的 我是明俠回味的 嗯 嗯,就是我們周邊上 合佳餅 對,看了大家合佳餅 哦 很開心啊 然後其實就是 也期待觀眾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鬼片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 我剛剛其實有 一直介紹就是我們的美術啊 導演啊,編劇啊 還有我們的攝影 當然還有我們的演員 其實我覺得每個環節都扣得很好 然後我覺得它有 當然一定有嚇人的部分 因為鬼片嘛,沒辦法 但也有它 溫情跟溫馨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還蠻適合 不管是熱戀中的男女 或是結婚的家庭 我覺得都可以帶來看 真的,然後我再講 看了都喝醬 哈哈 對,對 這個就重要 彤彤要講一下 要上臉的心情 緊張 因為就是 上衣之後就 有很多訪問 有訪問我就好喜歡 好可愛哦 所以今天有帶木棍來嗎 有啊,帶車上 你都隨身帶哦 天啊 帶了就比較安心一點 我現在才發現你們全部都戴口罩 怎麼沒有 所以你可以不用帶 因為大家都帶了對不對 相對,相對來說你就不用了 先這樣子吧 天啊怎麼辦 可以啦,OK嗎 現在其實可以啦 所以連散步都可以不帶 不要帶 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 當然合照也是可以 不用帶的 合照也不用帶 對嘛 無公叫我帶 沒有叫我拿下來 我就沒有拿 哈哈哈 然後還提醒你們這個 會議程是不是剛退伍 然後現在就開始 就是投入選擇 對對對 現在馬上 接入正軌 有回到現實的感覺 反退伍了 對 前幾天才會 新竹拿退伍力 啊 恭喜恭喜 那今天正面就是 演藝圈跟他拚了 好兇 哈哈哈 慢一點 不過對,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自己看電影 就是 大螢幕也是蠻緊張的 然後因為在現場也跟 內政職跟工作人員們相處 還有很多 像跟美術也聊了很多天 自己家聊很多天 我們這個團隊相處都很好 對 這個團隊的相處都很好 真的 然後效率都非常好 對 然後也很好奇 大家的 就是 細心跟 付出之下 片子會變什麼樣子 所以你會害怕看什麼片嗎 我自己是看了會怕 很不相信 但看了會怕的類型 但會卡 我很愛看 但我們都喜歡看 鬼絕的 就是 很怪的 每一種 那你跟彤彤就是 還是一發問 哈哈哈哈 你跟彤彤拍完戲之後 有培養出 比較好的感情嗎 完全沒有 哈哈 因為 因為我跟彤彤一直都 他很難融化 我很努力 你很努力 我試著要 你想要融化他嗎 你試過什麼招數要融化他嗎 我一直試著現場各種尬聊啊 然後他真的是去電話 我們一直到拍攝最後一天 回去游泳的那場戲 我們兩個才 有真的 心平氣和的好好聊天 在帳篷 因為很冷 然後我們兩個躲在帳篷裡面 我記得我們兩個講話的時候 好像Cassie來的時候 過來說 我旁邊偉辰在講話了 拍完整隻戲才真的有好聊 那為什麼你前面都不想理他 沒有不想 因為他喜歡丁海瑩 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第一天見面的時候 導演就會胡聊 然後問他說 韋城學長是你的菜嗎 然後他說 我喜歡許光海 這個位置明他有夠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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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天見面我就說 對不起 現在預算就是先 先這樣就好 先這樣就好 將就這樣就好 之後啦 你應該會很快遇到 因為你沒有講話耶 你沒有講話 就想要反駁他 是覺得他講話太尬太無聊 還是當初 就只是 就是他問我問題 然後我就是 只想回答他而已 對 他就只會回答我那個問題 對 沒有要多聊 不帶任何感情的回答 不帶任何感情的回答 像怪叔叔一直在問 你的招數對其他女生是有用的嗎 好像比較有 我可能要重新回高中 我可能要重新進修一下 哈哈哈哈 如果我無論 我們同學有一起包場要看嗎 呃沒有耶 但是他們都是會一起約去看 就是約一大團 然後一起去看 他們有就是很 就是羨慕譬如你跟 金華姐合作這樣之類的嗎 有啊 就是說 很想看到本人 就是覺得 在華盾出場的時候很漂亮 他一直都很漂亮 對 應該少年 看得比較近啊 對 哈哈 我們就是從小看 啊不是啊不是啊 看得到 沒有關係 對好 看金華姐也找不到 你從小 我很敢講 我很敢講 哈哈哈哈 亂講 亂講話真的是 真的 心情很好 對 那大家差不多啊 好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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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